关心到政治消息 立法院副院长洪秀柱 到底要不要去美国访问 也引发争议 而引发外界的关注 总统马英九今天受访时就表示 自己两次选总统前都没有去过美国 因此到底要不要去 应该是由候选人自己来决定 如果没有必要 也不一定非去不可 立法院副院长洪秀柱 该不该出访美国 传出马总统曾居中协调 洪秀柱仍不为所动 视察外交部勉励工作同仁 马总统被问到这个问题 说尊重洪秀柱决定 要不要去 我觉得完全看他自己的需要 有的人因为他自己的理念 主张什么他需要去说笔 他就去吧 如果他没有需要 也不见得一定要去 要看他的时间 所以我觉得很难 说是一定要或者不要 说自己2006年 访美是以台北市长的身份 当上候选人之后 也没有另外安排 看来小辣椒的坚持 马总统也没辙 但上任7年 马总统倒是很自豪 活路外交的政策 尤其提出的南海和平倡议 更成为未来不到一年 努力的方向 南海的问题是非常复杂 那我们现在对南海的主张 我们主张 不管是东沙西沙 中沙南沙 都是我们固有的领土 跟海域 我们会继续做这个主张 但是我们愿意采取一个主权在我 这个歌自争议 和平互惠 共同开发的角度来处理问题 一一系数政绩 证明外交关系有进展 马总统说的口沫横飞 还是需要民众听的有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台北报道